所谓百善孝为先,但是我们村的张奶奶的子女们却一点孝心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张奶奶老了,儿女嫌弃她年纪大,没有任何价值,居然把她赶到猪圈生活,但是等到三年后村里拆迁,发生的事情,让儿女们都傻眼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前天,我在村口散步,听见了这样的对话,儿子啊,妈是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你就让妈住下来吧。 张奶奶想要伸手去拉住张家东的手,却被她无情地打落了。 面对儿子的冷漠无情,张奶奶很是受伤地看着她, 阿东,我是你妈啊,是我妈又怎样,我现在自身难保,你还想让我给你养老,你可真会打如意算盘。 张家东毫无情面地推开了她,你想养老的话,就去找我二弟三位他们,反正我这小房子容不下你。 说完,她碰得一下,就把门给关上了。 张奶奶没有办法,只好又背着行李找到了二儿子的家里。 但是二儿子只是打量了一下她,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住下来的要求。 妈,你也瞧见了,我这家里也就三房一厅,我跟媳妇一人一间,你的孙子一间,我岳母一间,哪里还有你的位置呢? 我张奶奶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说道,妈我可以睡沙发的,但是等待她的依然是拒绝的结果。 妈,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我岳母都在这里住下来了,你再住进来,那我老婆会怎么想啊?你还是去找我小妹吧,她的房子大,肯定可以让你住下来的。 二儿子说完,连一杯水都没给她就把她给赶走了。 伤心的张奶奶只好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小女儿的家里。 看到她到来,小女儿倒是恭恭敬敬地把她请进了家里坐,也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但是问清了她的来意以后,小女儿的脸变变了。 妈,你养老难道不是应该找我那两个哥哥吗?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那小女儿看着她,不高兴地问着。 张奶奶也只好把那两个儿子说的话说了出来, 原本以为小女儿会同情自己,可没想到她却扑斥地一声笑了出来。 妈,他们可都是你的儿子。 我哥嫁出去的女儿,哪里有养你的义务了? 我老公一会就回来了,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说完,她又从房间里拿出了几百块,塞到了张奶奶的手上。 让你住下来就不可能的了,这几百块你就拿着,回去村子里自己养活自己吧。 要是没钱了,也别来找我了,你应该去找我哥哥他们。 张奶奶看着手中的那几百块钱,气得不行。 我不要你的钱,你们都不欢迎我。 好,我走。 我就算死在路边,也不会劳烦你的。 把钱扔回到了小女儿的身上,张奶奶便独自回了老家。 老家的房子早就已经不能住了。 她就是因为房子坏了,才想着到城里去找那几个儿女帮忙的。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都那么狠心地把她给赶出了家门。 现在她唯一能够住的地方,就是那房子旁边的猪圈了。 一连在猪圈睡了两年,张奶奶那刚刚从外地回来老家发展的小侄子张茂泉, 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便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里住了。 张奶奶的三个儿女知道这件事情后,都在向那个张茂泉傻, 结果三年后老家的村子里拆迁,他们却都傻了眼。 知道村子拆迁这件事情以后,张奶奶的那三个儿女纷纷从城里赶了回来。 他们刚回到村子,就直奔张茂泉的家里, 想要把张奶奶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住。 妈,你就跟我们到城里住吗你,这都一把年纪了。 一直住在人家茂泉家里,那不是给别人添麻烦了吗? 张家东拉起了张奶奶的手,表现得特别地积极。 见大哥这么直接,二儿子也凑了过来张奶奶的另一边说道, 妈,哥那个小房子哪里够你住的,我已经把我岳母赶出去了, 现在我跟我老婆都盼着你到我们那里住呢。 而且你的孙子也老想你了,你难道不想跟你的孙子住在一块吗? 没等张奶奶开口说话,那小女儿就抢先开口了。 妈,你难道都不记得之前他们两个是怎么赶你出家门的吗? 他们现在之所以要接你去住,就是贪图你的拆迁款的。 你别听他们的话。 我就不同了,你到我家来的时候, 我不是还给你塞了几百块当生活费吗? 就是你自己不肯要而已吗? 所以啊,妈,只有我才是真心对你好的。 你就住到我家里来吧。 我老公现在都在家里杀了鸡,等着你过去了呢。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整得张奶奶的头都大了。 虽然他们谁都没有明说,但是他心里可是比谁都要清楚。 他的这几个儿女态度转变得那么快,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养老, 而是基于他刚刚拿到的那笔丰厚的拆迁补偿款。 你们的心思我都清楚。 他缓缓地开口说道,但是呢,我在村子里住习惯了, 并不想跟你们到城里去住。 而且,茂泉他照顾照顾得挺好的, 我跟着他一起住过得很开心, 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几个就都回去吧。 听完张奶奶的话,张家东都着急了。 妈,张茂泉就是一个外人, 他照顾你肯定是另有所图, 你拿到了那么多的拆迁款, 他肯定是把那笔钱独吞掉的。 对,就是,二儿子跟小女儿难得那么有默契地点点头。 这时,张茂泉从房里走了出来, 然后走到了张奶奶的身边, 低头对他说道, 伯母,你如果想跟他们到城里的话,就去吧。 不,我已经想好了。 张奶奶本来还很犹豫的, 但是在听完她那大儿子的那些话以后, 她再也没有半分犹豫的想法了。 茂泉,当初我被他们几个无情的家伙赶出家门, 住了整整两年的猪圈, 是你可怜我, 把我接到家里来照顾,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现在都早死在那里, 无人问津了。 她拉着张茂泉的手, 哽咽地说道, 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好的, 我那三个儿女根本就是图我的钱来的。 你们几个给我听着, 拆迁款我一分一毫都不会分给你们的, 这笔钱我要留给茂泉。 她激动地指着那三个儿女说道, 他们三个没有想到母亲竟然那么决绝, 本来还想要继续闹下去的, 但是村子里的人却都赶过来, 把他们赶跑了。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年少一错, 半生买单。 除夕夜, 大伯突然提出要把我家的一套房子过户到堂哥名下。 我说那是爸妈给我的嫁妆, 堂哥当场给我一巴掌。 你一个丫头骗子, 还想带走我们老陈家的家产。 我妈气得带我连夜回城, 过完节一上班, 就薅着我爸去办了离婚。 大年三十, 我爸开了六个小时车, 带着我妈和我回农村老家过年。 吃年夜饭时, 大伯突然对我爸说, 小伟出了个女朋友, 快要订婚了, 你家有两套房子, 送一套给你值, 写在小伟名下吧。 我爸当时就猛了。 我家是有两套房, 但其中一套是买给我的。 我妈说, 这是给我的嫁妆, 也是我的婚前财产。 将来不管到了任何时候, 女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腰杆都更硬气。 我爸结婚这些年, 一直对爷爷和大伯他们有求必应。 但这回要的不是小物件, 是一套房子, 我爸当时就不吱声了。 我知道我爸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就说, 大伯, 我家的那套房, 是爸妈给我的嫁妆, 写在我名下, 不能送给堂哥。 堂哥一听, 一个巴掌呼过来, 我才是给老陈家传香火的。 你一个丫头, 过两年就嫁人了, 还想把我们老陈家的家产带走。 我妈见我挨打, 当时就急了, 冉冉说得没错, 房子是我和他爸买给他的。 小伟凭什么动手打人, 这是有没有人管。 爷爷一脸不高兴, 老二, 咱们男人商量是, 女人插什么嘴, 你也不管管你媳妇。 大伯在旁边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盯着我爸, 强子, 当初要是我抓揪抓到上大学, 现在也能像你一样当工程师, 赚大钱, 也就用不着求你了。 我爸低头喝闷酒, 没说话。 堂哥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今天正好人权, 我把话说清楚了。 老陈家就我一个独苗, 指着我开枝散叶呢。 我要是因为没房子对象跑了, 这是你们得负责。 我妈冷着脸, 你自己结婚, 自己准备房子, 凭什么惦记我家冉冉的房子。 大伯趴得一拍桌子, 这是我们哥俩之间的事, 弟妹你是外人, 就别掺和了。 强子, 你是小伟的亲二叔, 他要结婚, 对方说没房子不登记, 你这当二叔的, 该不该送套房子。 我妈也看着我爸, 等着他表态。 我爸不敢抬头瞅我妈, 就坐那儿一杯杯地喝闷酒。 最后, 我妈彻底失望了, 你们老陈家自己的事, 你们自个商量吧, 我和冉冉都是外人, 就不在这呆了。 说完, 他拉着我出了门。 我们两个连夜开车回城, 凌晨四点才到家。 一路上, 老爸打了好几个电话, 让我们注意安全。 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却答不上来。 本来和睦的一家三口, 就剩下我们娘俩, 这个结也没过好。 我妈明确地跟我说, 冉冉, 属于你的房子, 谁也拿不走。 你爸要是脑子坏掉了, 非要这么干, 我宁可跟他离婚。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 只是气话。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爸的脑子真的坏掉了。 爸在老家, 一直待到初六才回来。 也不知道这几天经历了什么, 爸明显憔悴了不少, 并边都多了几根白头发。 我跟同学约好初六看电影。 晚上回来的时候, 在爸妈卧室门口, 就听到爸小声哀求我妈, 老婆, 小伟要是没房子, 婚事就要黄了。 我就这一个指, 你看, 咱能不能帮一把。 帮? 怎么帮? 一百多万块的房子, 说送就送。 我妈的语气很冲, 一听就是气急了。 你记不记得, 当时买房的时候, 咱们就说好了, 这套房给冉冉当嫁妆, 这样姑娘将来嫁人才有底气。 如果受了欺负, 可以转身就走, 随时都有自己的毕身之所。 我记得, 我都记得。 爸低声下气地说, 记得你还这么做, 为了你直结婚, 就要把我姑娘的房子送出去, 你家人是怎么想的? 这么些年, 你明里暗里搭老家那边, 我从来没说过什么。 但现在要一套房子, 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他们是怎么张得开嘴的? 老爸一脸愧色, 老婆, 就当我求你, 最后一次帮他们。 以后, 我努力赚钱, 多加班多出差, 一定再给冉冉买一套。 你非要把房子送给你直视不? 老爸犹豫半赏, 点了点头。 老妈冷着脸, 行, 你要是下定决心, 那就送吧, 我也不拦着。 爸又惊又喜, 老婆, 你答应了, 不需要我答应。 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 属于你的那一份, 你愿意送谁就送谁。 我妈说到做到, 第二天早上, 民政局一开门, 她就薅着我爸去扯了离婚证。 现在住的三十大房子赠予我, 作为我嫁妆的小房子, 事后由我配合更名到堂哥名下。 办完手续, 妈头也不回地拉着我离开。 走出很远, 我回头看, 爸还站在民政局门口, 一直望着我们娘俩的方向, 脸上的神情有不舍, 歉疚, 懊悔, 我也说不好, 反正挺复杂的。 就在我以为他会喊我们时, 他却垂下了头。 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 他俩一直感情很好, 没想到过个春节, 因为这种事 竟然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能看出来, 老爸是不愿意离婚的, 也舍不得我们娘俩。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却被老家那边拿捏住了, 像被下骨了一样, 事事都听他们的。 爸的老家在农村, 现在条件好一点, 在他小时候就很穷。 我听他说过, 当年他上高一时, 因为收成不好,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供不起两个孩子念书。 爷爷就跟他和大伯说, 只能留一个继续上学, 另一个去城里打工, 赚的钱贴补家用。 他跟上高三的大伯一商量, 决定抓究。 两张纸, 一个上面写上学, 一个写打工, 谁抓到哪个, 就去哪个, 一切听天由命。 当时大伯先抓的,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打工, 于是第二天, 就背个小包, 跟着村里的邻居南下, 去了广州打工。 大伯在外面那几年, 每月都按时往回寄钱。 我爸知道, 这机会来得不容易, 也格外珍惜, 白天黑夜的学, 最终以全线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一个985院校。 进了大学, 我爸就开始勤工俭学, 大学四年的学杂费, 都是靠自己业余时间兼职, 做家教赚来的, 在没要过家里一分钱。 到了大学毕业, 我爸应聘到一家知名设计院, 就留在了省城。 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 不同专业的。 认识一段时间后, 彼此有好感,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外婆家是知识分子家庭, 我妈作为独生女, 一直都受全家的宠爱。 听我爸讲在农村的经历时, 她挺心疼的。 她跟我爸说, 以后两个人努力工作, 争取多赚点钱, 好好孝敬两边的老人。 我爸听了, 也是特别感动。 那些年, 全国兴起房地产热潮。 我爸学的是建筑专业, 加上他名校毕业, 业务又精, 很多活都主动找上门, 忙得不得了, 也赚了不少钱。 在我家, 掌管财政大权的是我妈。 老爸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每个月都往老家寄钱。 过年过节, 明里暗里, 这些年花了不少的钱。 我妈心里有数, 却从来没说过什么。 在老家, 爷爷他们明显重男轻女, 每次回去都让我觉得不舒服。 比如女人干活, 男人唠嗑, 吃饭时男人坐主桌, 女人在另外一桌, 有什么好东西, 像吃的, 玩的, 都渴着男孩。 我跟堂哥要是吵架, 每次都是说我, 叫我让着他。 凭什么呀? 他比我大好几岁, 我还得让着他。 开始我还接受不了, 我妈就跟我说过, 好多农村都有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 根深蒂固的东西, 根本就改变不了。 你要是跟他较劲, 彼此弄得不愉快, 只能让老爸在里面左右为难。 反正一年就回去那么几天, 忍忍就过去了, 也能给祖老爸面子。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 后来就不争了。 只要回老家, 有什么好东西都渴着堂哥来, 就当扶贫了。 反正回了家, 我还是爸妈的小公主, 至于别人对我好不好, 我还真不在意。 没想到的是, 我们全家的谦让, 让有些人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胃口还越来越大, 竟然上升到要房子了。 在这次离婚分家产中, 老爸只分得了原本在我名下的一套小房子。 家里的大房子和所有存款都留给了我妈和我, 大概在老爸心里, 也觉得自己属于过错方吧。 爸妈离婚后, 我和老爸还是会经常见面, 他对我从小到大的爱是实打实的。 听我爸说, 他把那套小房过给了堂哥, 现在一个人在单位旁边租了个单间。 对于他的余孝,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 爸, 你为了帮大伯他们, 好好的家都散了。 你后悔不? 然然, 当年要不是你大伯放弃学业, 外出打工, 也没有爸爸的今天。 做人不能忘本, 就算你要报恩, 也得有个限度, 总不能无休止地付出。 爸爸低着头, 拿出个烟盒, 默默地抽出一根烟点上。 爸, 你咋还学上抽烟了? 我一把抢下来, 你知不知道, 这玩意抽多了, 能得肺癌。 老爸苦笑一下, 到我这岁数, 有时候觉得死也没啥可怕的。 呸呸呸, 你别瞎说。 我结婚的时候, 你必须到场, 挽着我的胳膊, 把你最心爱的女儿交给新郎。 我怕我忍不住会哭, 到时候给你丢脸。 连我结个婚都舍不得, 现在为了别人, 居然舍得跟我妈离婚。 这样也好。 老爸神情黯然, 你妈这些年, 已经付出够多的了。 你大伯那边是个无底洞, 我跟他离婚, 以后他就解脱了。 他又问, 你妈最近怎么样? 你要是想知道, 自己去看他。 估计他还在生气, 不想见我。 只要是个女人, 都会生气。 你这是扮得胳膊肘太往外拐了。 老爸低着头, 一脸愧疚, 爸也是有苦衷。 你有啥苦衷, 还不是当年那点事。 抓究是大伯, 自己抓的打工, 也不能怨别人。 我愤愤地, 再说了, 大伯当年念高中的时候, 成绩都是倒数的, 就是让他考大学, 他也考不上啊。 老爸默默不语, 脸上神色复杂, 也看不出是个什么表情。 我以为老爸付出惨痛代价, 大伯和堂哥也得到房子, 这回总该消停了吧。 没想到, 这是还没完。 过了两个月, 大伯又找上我爸, 说堂哥对象要彩礼, 让我爸帮忙, 再出二十万元。 我爸告诉他们, 已经和我妈离婚了, 分到的房子过户给堂哥, 现在他没钱了。 我大伯一听, 当时就翻脸了。 他说我爸傻, 被我妈骗了, 我爸说他愿意。 好笑的是, 当事人愿意还不行。 大伯他们觉得, 我们家的财产都是我爸的, 我爸的都应该给他们。 这么推理下来, 我和我妈拿走的, 是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在这种奇怪脑回路的指引下, 他们有一种丢了大钱的感觉。 于是, 在一天下午, 大伯和堂哥跑到我的学校来找我。 他们在校园里, 到处找人问任, 不认识陈燃。 刚好碰到我室友, 以为我家里有什么急事, 就把他们带到宿舍楼下。 我一听他们来, 当时头都大了。 幸好, 女寝不让进男人, 要不然, 他们就能公然闯进来。 我本来想躲在寝室不出去了, 但架不住他们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只好先给我爸打个电话, 然后下楼去见他们。 一见到我, 堂哥当时就冲过来。 死丫头, 你竟然敢耍心眼, 把家里的大房子改到你名下了。 他的大嗓门吸引了无数同学的目光。 有等人的, 有路过的, 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 看向我的目光都有些意味深长。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是亲兄妹, 正在上演心机妹妹背后算计人, 抢走清歌继承权的戏码。 那么的, 我爸妈把房子给我, 还用告诉你一声? 我冷冷地看着她, 陈伟, 我们家的房子, 我爸妈乐意写我名下,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二叔的房子是我们老陈家的, 将来都要由我来继承。 凭什么呀? 堂哥说的理直气壮, 都给我气笑了。 你就是没上过大学, 也要有最起码的法律知识。 我们家的财产, 我爸和我妈一人一半。 别说我爸活得好好的, 就算他有个神妖意外, 分他那部分时, 也是我妈占一半, 我和爷爷合起来, 分另外一半,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大概我以前对他太客气, 堂哥突然见我反驳他, 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 等反应过来, 就开始骂, 你一个毛丫头, 有个屁气成全。 这也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要是过去。 生出来是个没把的, 早就把你送人了。 我不想跟他在这儿掰着, 直接说, 你要是不懂法, 就回去好好学学。 我一会儿还有课,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回去了。 你别走。 堂哥一把拦住我, 目露凶光, 我听说大房子现在在你名下, 这是不说明白, 你别想走。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家的房子, 爸妈乐意送给我, 轮不到你管。 我跟你在这儿好好说, 你别给脸不要脸。 堂哥仰起手, 看样子想给我一巴掌。 我退后一步, 我告诉你, 隔壁就是校派出所, 如果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 到时候给你抓进去, 你吃不了兜着走。 堂哥扫了一眼, 旁边果然是派出所, 他的脸上现出犹豫。 大伯见我俩将在那儿, 就过来打圆场。 然然, 其实我跟你哥今天来, 是听说你爸和你妈离婚了, 真有这事吗? 对啊, 就因为要把我的陪嫁房过户给堂哥这事, 我妈和我爸吵起来, 吵到最后就离了。 我盯着大伯看, 在他脸上就没发现一丁点的愧疚, 只有算计。 你爸, 除了那套小房, 还分到什么了? 没了。 本来这些都是我家的私事, 没必要告诉他们。 但转念一想, 他们知道我爸啥也没有了, 以后兴许就不再惦记他。 我爸也能过上点消停日子。 大伯一听, 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你妈这也太黑了。 结婚这么些年, 就给你爸分套小房, 你爸把房子过户给小伟之后,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大伯, 我家就两套房, 要是我爸有地方住, 那就代表我和我妈要住大街了。 我嘲讽道, 你要是实在心疼我爸, 就让堂哥把房子还回来。 他住了, 我还怎么结婚? 堂哥瞪着我, 剩下的大房子 为什么不给我二叔? 我爸心疼我和我妈, 行不, 是你妈要离的, 就应该让她净身出户, 没道理让我二叔走。 喂,堂哥, 我们家的家事, 你那么气愤干嘛? 你不是已经得到房子, 赶紧去结婚就得了, 怎么还有功夫管 别人家的事? 二叔的事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我的彩礼钱还没解决呢? 多少钱? 二十万。 没钱你找你爸要, 干嘛总找我爸? 这是二叔欠我爸的, 他都给我整乐了。 堂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些年, 一直是我爸拿钱贴补爷爷和大伯。 你能不能搞清楚, 到底是谁欠谁的? 当然, 是你爸欠我爸。 当初要不是你爸作弊, 今天有出息的就是我爸, 我还用得着找你们要钱。 我愣住了,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我爸作弊? 你爸当初, 小伟。 大伯似乎不想让堂哥继续说下去, 爸, 不用再掖着瞒着, 现在二叔离婚, 啥也没分着, 看他那意思也不打算再给我什么了。 要是这样, 我们也没必要再为他保守秘密。 什么秘密? 大冬天的, 我的后辈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爸一直有事瞒着我和妈。 而且, 这个秘密有可能就是让他一再付出, 受制于人的根源所在。 大伯似乎被说服了, 不再拦着。 堂哥洋洋得意地说, 当年, 爷爷只能攻得起 一个人上学, 就让我爸和二叔抓就决定。 二叔为了能继续上学, 耍了小心眼, 在两个小条上都写了打工的字样, 然后让我爸先抓。 结果你也知道了, 后来我爸出去打工, 每个月寄钱回家, 供二叔上学。 要是没有我爸的付出, 二叔现在也不过是个普通农民, 你以为你们家还有今天的好日子。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胡说, 我爸不是这种人。 吃, 你以为你爸是什么正人君子, 其实也不过就是个心机小人。 你这是血口喷人。 我急了, 你有什么证据? 当年抓完咎, 我爸就留了个心眼, 把另一张小纸条也打开看, 上面明晃晃地写着打工两个字。 我爸拿了两张纸条给二叔看, 二叔当时就给我爸跪下了。 他求我爸爸机会让给他, 他说他考上大学以后会回报我爸的。 你骗人? 你要是不信, 就去问问二叔。 如果他没有把柄在我们手上, 你以为他会那么乖乖听话, 要什么就给什么? 堂哥的话像一把刀插在我胸口, 让我的心嚼嚼地痛。 在我心里, 老爸一直是人品正直, 值得尊敬的好爸爸。 我根本就不能接受, 他也有这样的一面。 泪眼朦胧中, 我看着老爸站在我身旁, 隔着一层水雾, 我也能清楚看到他眼中的痛。 大伯看到老爸, 脸上明显有几分尴尬。 强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 但是刚才他们说的, 我都听到了。 大哥, 你曾经答应过我, 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小伯和冉冉都不是外人, 他们不会往外说的。 大伯的神情有些慌乱。 大哥, 我已经说过, 我现在身无分文, 真的没什么能再帮上小伯的了。 我希望你们今天不要再来打扰冉冉, 这是他上学的地方。 堂哥不满地说, 我们今天来, 还不是替二叔你出头。 你和二婶离婚, 就分了一套小房, 大房子和存款都归了他们, 这太不宫廷了。 我和我爸是来帮你要钱的。 老爸摇摇头, 不用了, 钱和房子是我要留给他们娘俩的。 强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大伯臣下脸, 冉冉是女孩, 将来肯定是要嫁人的。 冉冉他妈跟你离了婚, 说不定哪天就会改嫁, 你怎么能让他们把钱和房子带走, 那不是便宜外姓人了? 他们是我的老婆和孩子。 这些年为了我, 他们已经受了很多委屈,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他们。 大伯勃然大怒, 不行, 这是关老陈家的财产, 这个离婚协议不算数, 必须重新分。 是我自愿签字的, 我愿意把钱和房子留给他们娘俩。 这叫什么话? 你姓陈, 就该顾着我们老陈家人, 哪有胳膊肘往外拐, 帮着外人的道理。 老爸正色说, 冉冉和他妈不是外人, 他们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自问这些年, 对家里的付出已经足够了, 以后, 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再帮你们了。 你就不怕我把当年的秘密告诉冉冉他妈?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事情还能更糟吗? 老爸颇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大伯剑威胁不了, 又反过来劝, 强子, 你看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年, 现在就剩这最后一哆嗦了。 你只要给小伟二十万元, 让他凑够彩礼钱, 娶了媳妇, 以后我们都不会再打扰你。 等你老了, 小伟就是你亲儿子, 让他把你接到身边, 给你养老。 我爸有闺女, 用不着别人养老。 我伸手跨住老爸的胳膊, 爸,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你落地儿, 用不着别人养你。 老爸拍了拍我的手, 重重地点头, 好, 闺女, 爸就指望你了。 大伯和堂哥走了, 我拉着爸去了学校的露天运动场, 父女俩坐在看台上, 聊起当年的事。 那年我高一, 真的特别想念书。 你大伯让我写纸条的时候, 我就鬼迷心窍, 犯下了错。 你不知道, 当你大伯把两张纸条 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当时羞愧得恨不得去死。 我们是亲兄弟, 我居然用这种手段 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时大伯怎么说的? 他说他本来也不想念了, 早点打工也挺好。 他让我安心念书, 将来考个好大学, 别忘了家里。 爸, 这些年你已经做到了, 可我还是觉得, 都是因为我的自私, 才改变了你大伯这辈子的命运。 如果当初是他抽中的上学, 也许人生就不一样了。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和妈说? 当年抓究的事, 是我出于自私, 才作弊的。 这些年, 我一方面对你大伯内疚, 觉得耽误了他的一生, 另一方面, 我也不敢让你妈知道, 我怕他, 怕他不让你往老家寄钱。 不是。 老爸盯着台阶地面, 你妈他, 一直都觉得我是正直的人, 如果他发现我有这么阴暗的一面, 一定会失望的。 老爸说这话的时候, 低着头, 神色黯然。 过了好一会儿, 老爸抬头看我, 然然, 你是不是对爸很失望?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最爱我的爸爸, 也是最完美的爸爸。 我紧紧搂住他的胳膊, 老爸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扭过头去, 嘴里叨咕着, 爱, 你都是大姑娘了, 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 爸, 我的确不是小孩子了, 有很多事我都能看明白。 当年的错误, 是你十六七岁时候犯的, 因为这点是, 你一直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 你怕当年的事, 影响你在妈心中的形象, 伤害到她。 可你想没想过, 这些年你对妈妈隐瞒真相, 为了大伯他们, 不惜牺牲我们小家的利益, 是一种更严重的背叛。 你想想, 当年的事, 跟你现在的做法, 哪一个对妈伤害更大? 老爸沉默很久, 叹了口气, 当年我向你妈求婚时, 本想着将来的日子能为她遮风挡雨。 没想到, 这些年真正给她带来风风雨雨的人, 却是我。 而她, 一直都在包容我。 爸, 一开始听堂哥说这些的时候, 我也不能接受。 在我心中, 你一直是高大完美的形象。 但反过来一想, 你也是人, 只要是人, 就会犯错, 何况那时候你才十六七岁, 做错事不是很正常吗? 这么些年, 你一直在为当年的事赎罪。 平时你每月都给爷爷他们打钱, 过年过节大包小果的往回装。 但凡老家那边有事, 你都一次次地掏钱。 这二十年, 少说也花了几十万块, 再加上这次给堂哥的房子, 加一起将近二百万块。 这样的付出已经够了。 可是, 当初要是你大伯抽中, 就算是他抽中上学, 也改变不了现状。 我断然说道, 说句不好听的, 大伯当初的成绩, 根本就考不上大学。 即使读到高中毕业, 也还是走打工这条路。 那样的话, 家里只是多一个农民, 这个家只能比现在还差。 反而是你考出来, 这些年资助家里, 他们才受益更多。 爷爷和大伯两家的新瓦房, 都是你出钱盖的, 堂哥这些年上学的学费, 补课费都是你出的, 平时过年过节, 你也没少给留钱, 再加上这次堂哥的婚房, 你的付出已经足够了。 老爸, 我总觉得, 这辈子亏欠你大伯。 爸, 就算是犯人, 被判了刑, 也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你做的是罪不至此, 赎罪也赎了二十多年, 是时候解开心里的这个死结了。 老爸沉默良久, 忽然笑了。 他摸了摸我的头, 我的冉冉真的长大了, 现在都能给爸讲大道理了。 爸, 你想通了? 我惊喜地问。 老爸仿佛卸下重负, 腰板都挺直起来, 只是现在到了这一步, 不知道你妈还会不会原谅我。 那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 我轻易地搂着他的胳膊, 老爸,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晚上回到家, 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妈。 我妈听说大伯他们跑到学校去闹, 先是担心我, 等他知道了爸的秘密后, 半天没说话。 我说, 妈, 爸这么做, 虽然不对, 但他也是因为在乎你。 所以, 他宁可选择离开我们。 爸知道错了, 也很后悔没有早点把这些事告诉你。 我把脸贴在他的胳膊上, 妈, 人都会犯错, 爸已经为他当年的错受到了惩罚, 你会原谅他吗? 我妈摇了摇头,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她在关键时刻放弃我们母女的利益, 选择站在另一边。 这一点, 我不能原谅。 哎, 虽然我同情老爸, 但我妈说的一点没错。 想起前段时间的事, 我都气得不得了, 何况是老妈, 只能先这样了。 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几句, 老爸, 你自求多福吧。 接下来的大半年, 我和爸偶尔约出来见面, 老爸这段时间似乎工作特别忙, 经常处于出差或加班的状态, 有时我都替他着急, 光芒工作, 啥时候能挽回老妈的心啊。 不过, 虽然见面少, 老爸还是想着我们的。 他经常打电话, 问我钱够不够花, 出差的时候总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 妈过生日的时候, 她并了个大蛋糕, 还买了一条项链。 你妈跟我结婚二十多年, 我就没送过她什么像样的礼物。 她一直说这些东西俗气, 她不喜欢, 其实, 她是怕我花钱。 老爸打开首饰盒给我看, 镂空的钻石项链, 简洁洗练的款式, 看上去典雅大方。 刚结婚时是真没钱, 后来条件好一些, 又要攒钱买房子。 好容易去年把你的嫁妆房买完, 想着今年终于有机会好好庆祝一下。 没想到, 爸, 离婚怎么了? 你可以重新把妈追回来。 我妈生日那天, 你就把这个项链送给她。 别别别, 我怕你妈不想见我, 反而让她过不好生日。 老爸把首饰盒细心地盖好, 交到我手里, 你就跟你妈说, 这是你送她的生日礼物。 老爸,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我一个大学生, 典型的身手足, 能送得起上万块的首饰。 晚上, 我请我妈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席间把首饰盒交给她。 我妈接过去, 打开盒盖, 晶莹的钻石在灯光的映射下, 滑彩炫目。 我妈妈撒了好久, 才说, 这是去年我和你爸逛街时, 我曾经是带过的款式。 离婚后, 她第一次提起老爸。 快到年底时, 老爸把我约出来, 打车到一个新开盘的售楼处。 爸, 你带我来这干嘛? 冉冉, 爸先前把你的嫁妆房给了你堂哥, 我们家的房子过户给你, 你妈的名下什么也没有。 这一年, 爸攒了点钱。 一会儿你进去看看, 要是有可心的户型, 就用你妈的名义买下来。 我先付个首付, 每月房贷罢来还。 再等两三年, 爸把钱攒够了, 就把贷款全还上。 他拉着我进了售票处, 让售楼小姐帮忙介绍户型, 最后挑了个130多平方米的三十两厅。 冉冉, 这个户型不错, 南北通透, 采光又好, 交通也挺方便。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不喜欢, 我们再多看两家。 离婚时, 老爸把所有存款都留给了我妈, 这套房子首付得将近六十万块, 这大半年, 他得多辛苦地工作, 才能凑够这些钱。 我看着老爸病脚明显多了的白发, 心里一酸, 房子选好了, 怎么办手续却是个难题。 老爸怕我妈不肯接受这个房子, 让我想办法偷来妈的身份证。 回到家, 我跟我妈说, 我爸帮我找了个实习单位, 让我尽快把个人资料送过去。 晚上天黑, 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要不你陪我过去吧。 我妈摇头, 我不想见她。 你就陪我到楼下, 我送上去就走。 那, 好吧。 我知道爸住的地方, 就在他单位旁边的小区, 晚上八点多钟, 就跟妈打车过去。 那是个老小区, 起码有三十年历史, 远远看过去, 窗户还是以前那种木窗框的, 破就不堪。 我妈看了一眼, 皱起眉头, 她就住这种地方。 嗯, 这也太破了。 我爸, 大概是想省钱吧。 我妈没再说什么, 她不愿意上楼, 就在小区门口的一家奶茶店坐着, 让我去送。 其实, 我也没去过老爸的住处, 我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下来, 没想到他还在单位加班。 老爸听说, 我和妈来了, 放下手里的活, 急急忙忙就赶回来。 我指了指奶茶店, 我妈在里面呢。 老爸站在门口不挪布, 我急了, 爸, 你不想进去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不到一年, 你就找新人了吧。 胡说啥呢? 老爸瞪我一眼, 我, 我是怕你妈不想见我。 她不见你, 你也不见她, 准备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老妈框来, 机会稍纵即逝。 你不进去, 下次想见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老爸还在犹豫, 我生拉硬扯地把她拽了进去。 妈, 我爸来了。 老妈抬头看了一眼, 愣了一下, 眼圈慢慢地有点红了。 大半年没见, 老爸明显憔悴了许多。 头发乱糟糟的, 看上去很长时间没修剪了, 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工作服, 原本丰度儒雅的高宫, 现在成了一个颓废大业。 老爸搓着手, 扭捏地说, 老, 书英, 你还好吧? 还行。 我, 我也还行。 老爸和老妈相顾无言, 我在旁边看着, 只能干着急。 没一会儿, 我妈就说要回去了。 我只好偷偷地把妈的身份证留下, 陪她回家。 自从这次见面以后, 我妈在家里, 经常一个人发呆, 有两次心不在焉的, 把菜都烧糊了。 我知道他心里还惦记着老爸, 就不时地在他耳边嘀咕几句。 爸太可怜了, 晚上没饭吃, 一个人啃馒头就俘虏呢。 为了多挣点钱, 我爸每天晚上就睡三四个小时, 时间长了, 这身体也受不了啊。 天冷了, 老爸还穿着前几年买的羽绒服, 里面的绒都透亮了, 冻得直哆嗦。 某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我把老爸拽回家。 妈, 我爸租的房子供暖坏了, 地面都结了冰, 今晚没地方去, 让他再坠住一晚吧。 我妈半天没说话, 老爸站在门口, 不安地说, 我去冰馆凑合一宿吧。 家里有地方, 你去冰馆干嘛。 我央求道, 妈, 你就让爸住一晚吧, 还是不麻烦了。 老爸一脸失落地转身要走, 就听我妈淡淡地说, 书房有地方, 你先将就一晚上。 然然, 去柜子里拿被子。 好嘞。 我欢欣鼓舞地 把傻傻站在门口,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老爸, 拉进书房。 从衣柜里找出被子和枕头, 往书房随便移放, 我扬声喊道, 妈, 我刚接个电话, 学校临时有个会, 今晚不回来了。 接着冲爸眨眨眼, 住啥书房, 抓住机会, 回主卧。 说完, 我立刻顿了。 三天之后, 我在回家时, 老爸正扎着个围裙 在厨房炒菜。 哟, 重新上岗了。 我笑嘻嘻地, 快去洗手, 老爸满面春风, 一会儿尝尝老爸的手艺。 我好奇地问, 你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前段时间忙得飞起, 每次找他不是在加班, 就是在外地出差。 以后, 我会尽量争取少加班, 不出差。 老爸一边把锅里的菜添水炖上, 一边收拾菜板。 前段时间, 我一个人住, 才体会到你妈这些年的辛苦。 收拾屋子, 洗衣服, 做饭, 每月浇煤气水电费, 真是一大堆的事。 再想想你妈, 还要带孩子, 管你学习, 比我辛苦多了。 以前, 我进门就有热壶饭, 出门有搭配好的衣服, 都是你妈在照顾我。 以后, 我也会多分担一些家务, 多陪陪你妈。 我逗他, 老爸, 你这心思是好的, 可你不加班赚钱了, 以后新房子的贷款谁来还呀? 什么贷款? 我妈正好走过来, 纳闷地问, 妈, 你还不知道吧, 老爸用你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 哪天, 带你去看看。 我妈满脸诧异, 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老爸黑黑憨笑着, 冉冉说的是真的, 房证都已经下来了。 他进了书房, 不宜会拿了个红本本出来, 献保湿地递给我妈。 我妈打开来, 仔细看了又看, 眼中慢慢浮现出水光。 这大半年, 你, 没少加班接活, 累坏了吧? 老婆, 我不累, 只要你高兴就行。 老爸忙着表忠心, 哼, 你们爷俩, 合起伙来骗我一个。 我妈擦了擦眼角, 瞪着我, 唇边却是压不下的笑意, 除了这事, 还背着我干什么了? 冤枉了? 我一脸无辜, 除了把爸租的房子供暖罚关了, 真的啥也没干。 老爸和老妈终于和好, 全家其乐融融。 不知道从哪儿听到风声, 大伯和堂哥又跑来我家。 强子, 既然你跟弟妹和好, 就又是一家人了。 你看, 小伟结婚需要二十万块的彩礼钱, 你再帮一把。 老爸瞅了妈一眼, 我妈立刻说, 你别看我, 这是你们老陈家的事, 我和冉冉都是外人。 你和冉冉怎么能是外人? 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 老爸对妈微微一笑, 才对大伯说, 大哥, 当年是我的错, 不该在抓究时作弊, 自私地想要改变命运。 这二十多年来, 因为这是我一直背负枷锁, 尽我所能地做出回报。 说实话,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 我回报你和家里的同时, 辜负的却是我和舒英, 冉冉的这个小家。 离婚这段时间,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就算是判刑, 也该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大哥, 我已经尽力了, 以后, 我会每月把爸的赡养费打到一个卡里。 至于其他的人和事, 我就不再管了。 说了半天, 你就是不想拿小伟的彩礼前辈。 大伯勃然大怒, 你不给你亲侄子, 你的钱想留给谁。 舒英是我妻子, 冉冉是我女儿, 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的。 二叔,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堂哥气急败坏, 我是咱家唯一的男丁, 只有我才能给老陈家传宗接代, 你要把钱留给这些外人, 他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 老爸坦然说, 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从现在往后的每一天, 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照顾好他们。 我不管你是老陈家的儿子, 你的钱也只能给我们陈家人话。 堂哥暴跳如雷,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拿彩礼钱, 耽误了我结婚的事, 你们也别想好过。 我瞪着他, 你想怎样? 你们无情, 就别怪我们无意。 不给钱, 我就把你家砸了。 堂哥高高举起茶几上的花瓶, 恶狠狠地看向我爸, 最后问一次, 你到底给不给钱? 老爸把我妈护在身后, 小伟, 你可以砸。 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只要你敢动手, 伤到我老婆和女儿一根汗毛, 我就立刻报警。 这么多年, 老爸一直都是温和儒雅, 很少与人起争执。 可现在, 他就像一只护载的老母鸡, 紧张戒备, 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大伯一看老爸的样子, 不像开玩笑。 强子, 自家人扮两句嘴, 报啥警啊? 他一边说, 一边拉堂哥往处走。 堂哥耿着脖子不服气, 还不想走。 大伯骂道, 小兔崽子, 闹什么闹? 你要是因为这是被派出所抓去, 留了暗底, 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大伯和堂哥走了, 我竖起大拇指, 老爸, 爷们。 老爸笑笑, 搂着妈的肩膀, 以前是你妈为我遮风挡雨, 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过完元旦, 又快到春节了。 小年这天, 我从外面回来时, 老爸正在挂灯笼, 贴财神。 爸, 今年怎么想起弄这些了? 往年这个时候, 因为要回老家过年, 只象征性地贴个春帘, 从来没在家里布置这些过节的东西。 爸笑着说, 今年不回老家了, 我们一家三口, 就在家里过年。 哇, 太好了。 我兴奋地跑进屋, 老妈正在往玻璃上贴窗花, 整个屋子看上去喜气洋洋。 妈, 老爸现在变化真是很大。 我感慨着, 又小声问, 你现在是不是彻底原谅他了? 我妈放下手里的活, 认真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虽然中间有波折, 可经过这事, 让你爸的心病彻底解决, 也算值了。 我撅着嘴, 就是可惜了那套小房, 一百多万块, 你和爸多辛苦才攒下来的。 我妈释然地笑笑, 我也心疼。 但当年的事, 你爸有错在先, 这些算是他为自己错误付出的代价。 听妈这么说, 我也放下心。 这时, 老爸在外面叫我, 闺女, 过来帮下忙。 我过去一看, 老爸准备了笔墨纸燕, 原来是想亲手写一副春联。 我笑盈盈地问, 爸, 今年意义非凡, 你准备写点什么? 老爸略意思索, 大笔一挥, 上帘, 抱竹一生除旧碎。 下帘, 逃符万户换新春。 横批, 辞旧迎新。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我给大姑买车后, 二十多年不联系的舅舅忽然找上门, 借我十万买个车。 前段时间, 许多年都没有来往过的舅舅, 忽然间带着礼品来到了我的家里面。 一段虚寒问暖之后, 便直奔主题, 想给我借十万块钱给他儿子买一辆车。 我当时就笑了, 首先不说跟我借钱买车这件事有多么的荒唐, 就是说我们将近有二十多年都没有来往过了, 忽然间来找我只是为了借钱, 这未免太荒唐了。 当我拒绝之后, 舅舅表示很生气, 还说我怎么给姑姑买一辆车, 怎么不愿意借钱给他呢? 他说自己是还的, 而且是我的亲舅舅, 还说小时候多么多么地疼我之类的话。 然而, 我这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没有让他滚, 已经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了。 不过从这之后, 我们两家应该是不会再有来往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 在舅舅的大力主张之下, 母亲选择了改嫁, 甚至在改嫁之前, 舅舅每天半夜过来拉我们家的东西, 粮食, 拖拉机, 浇水用的水泵, 摩托车, 就连我们家的铁大门, 全都被舅舅拉走, 偷偷地卖掉了。 母亲改嫁之后, 我的那个家就真的是家图四壁, 家破人亡了。 我没有跟着母亲改嫁, 而是跟奶奶一起生活。 其实, 不管是我们家, 还是母亲改嫁之后的那个村庄, 或者是姥姥的家, 我们三家都是属于同一个镇。 逢年过节的时候, 在急镇上难免会碰到, 但他们只要在急事上看到我之后, 就相当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不是扭头就走, 就是直接换了个方向, 小时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甚至还要去跟舅舅他们打招呼。 但每次都打不上招呼, 后来奶奶就跟我说, 我没有了父母, 也没有了舅舅, 老了, 以后也就不用跟他们打招呼了。 我还有一个大姑, 大姑结婚比较早, 家里面有三个儿子, 生活压力挺大的, 而且姑父身体不好, 大姑就算是想要帮助我, 也是爱莫能助。 小的时候, 日子勉强着能过, 到农忙的时候, 大姑就会带着他那边的人, 来帮我们家收拾粮食。 也有时候, 家里面花生, 红薯成熟之后, 收上来也会送到我们家。 而且大姑手比较巧, 经常给我做衣服做鞋穿, 我小时候的衣服和鞋, 不是表哥穿剩下的, 就是姑姑做好, 给我送过来的。 虽然我没有父母, 但姑姑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我们这里只有小学五年级, 上小学六年级, 以及初中是要去镇上读书的。 我们村离镇大概是有二十公里左右的样子, 但我家没有自行车, 所以每次去上学的时候, 我都是步行去的。 记得有一次步行去上学,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舅舅, 我便跟他打招呼, 结果舅舅看到我之后, 连忙骑着自行车就走了。 在走的过程中, 因为过于匆忙, 还划破了旁边人家的袋子, 人家站在原地破口大骂, 在那一刻, 我是迷茫的, 是糊涂的, 但逐渐地也接受了这件事情。 过年的时候, 大姑来我们家拜年, 看到我的手动得溃烂, 鞋还是单不鞋, 就很心疼。 过了年之后, 大姑带着我去趟急镇, 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大概是一百多块钱吧。 那辆车很破旧, 但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很好的了, 起码比走路强。 以前我去上学, 都是吃过午饭, 要赶紧去上学, 不能耽误晚自习。 但自从有了自行车之后, 我甚至能够在下午三四点再出发, 也来得及。 那些年, 其实我和母亲见面的次数不多, 一来是因为她常年不在家, 二来是因为她有了两个孩子, 而我去她家,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是不合适的。 印象中, 也就去过一次。 那一年, 母亲的老公好像是赚到了钱, 心情高兴, 就把我喊了过去, 但我去了之后, 却发现来得有我大姨、 二姨, 也有舅舅他们几个人。 不过, 那一场聚会好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们一直在说说笑笑, 说今年挣了多少钱, 说谁家的孩子多么多么的优秀, 多么多么努力,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也没有一个人关心到我。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开始喝起了酒, 而我是不能够喝酒的, 因为我对酒精过敏, 这件事情母亲、 舅舅他们都是知道的。 可当时母亲的那个老公, 为了面子上过上的去, 就一直逼迫着我喝酒。 看我不喝酒, 脸色大变, 母亲也察觉到不对劲, 便劝着我喝酒。 这个时候, 舅舅就一拍桌子便说, 怎么这么没有家教? 家里的人没有教你吗? 别人敬你酒, 你要喝的。 看着舅舅发了火, 我也害怕了起来, 于是就一口闷了, 结果在下午回来的路上, 就吐了一路。 从那之后, 我也就很少再去母亲的那个家了。 转眼, 我就到了高考的年纪。 这几年, 我跟母亲、 舅舅那边几乎没有来往, 而大姑家情况也比较特殊, 这一年, 他们一直在外地打工, 很少在家里面, 老家也就是我和奶奶在生活。 我高考成绩还不错, 刚好挂上一本的分数线。 奶奶很高兴, 但同样也很发愁, 毕竟学费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 奶奶还是拨通了大姑的电话。 电, 话那头显然是很为难, 但大姑最后咬咬牙, 说过一段时间会回来的, 等回来的时候再说钱的事情。 其实,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 就已经大概猜到大姑兜里面也没钱, 毕竟她生活压力比较大。 可是我上哪里弄学费呢? 思来想去, 思来想去, 最后就想到了母亲。 毕竟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跟母亲要过钱, 而且在她改嫁之前, 把我们家的粮食、 拖拉机、 摩托车、 铁大门全都让舅舅拉走了, 这些东西也能够换不少钱。 我现在去跟她要一点生活费, 也算是情理之中吧。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我当时跟她说是借钱, 只要我毕业了, 拿到工资, 我一定会还的, 哪怕算上利息。 但那个时候, 母亲就说她已经一年多都没有出去打工了, 都里面确实一分钱都没有。 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我眼看没有希望, 便转身要走。 结果这个时候, 母亲就跟我说, 要不去跟舅舅借一点钱, 毕竟当年我家的那些东西都是舅舅拉走的, 而且舅舅这两年确实赚到了钱, 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吧。 毕竟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于是在奶奶的嘱咐下, 我买了鸡蛋, 买了饼干, 骑着自行车去上舅舅家了。 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天气非常的炎热,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别说是骑自行车去那么远的地方, 哪怕是坐在家门口, 也是汗流加倍。 可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去上舅舅家问问。 结果一连去了几次, 都没有人。 大门紧闭着, 我明白, 应该是母亲跟她说了之后, 她故意不在家的, 但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就坐在家门口一直等, 一直等, 直到等到晚上, 舅舅和舅妈, 他们都回来。 结果舅妈看到我之后, 没有一点好脸色, 把门打开后, 就进里屋去了。 舅舅这个时候, 就简单说了一两句的客套话, 然后便让我走。 我说借钱的事情, 说了好几次, 起初舅舅还搪塞我, 到最后, 直接发了脾气, 他说, 你一个穷孩子, 上什么学? 你上大学四年, 不如出去捡破烂, 捡四年的破烂, 也能攒够十万块钱, 回来盖盖房子, 娶媳妇, 这不就行了吗? 上什么学? 那是人家有钱, 有爹妈的人才去干的事情, 你凑什么热闹? 考得又不是清华北大的, 连续吃了几次闭门羹, 在家这次, 彻底地没有了希望, 我也就只好回来了, 回来的第二天, 大姑那边就打了电话, 让我过去一趟,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大姑这里, 当时看到他家里面刚好走了一波人, 这时候, 我才看到大姑把他们家的存粮给卖了, 再加上兜里面的一些钱, 大概是给我凑了两千块钱, 让我拿着, 我看到大姑那灰头灰脸的样子, 开始心疼起来了, 我想拒绝, 毕竟他有三个孩子, 辜负身体也不好, 这日子本来就难, 可是我要拒绝的话, 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大姑看到我犹豫, 便笑呵呵地把钱塞到我兜里, 并给我说, 这本来就是给我准备的, 等忙完这一段时间, 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我拿着钱, 回到了家里, 内心五味杂陈, 有那么一瞬间, 我不想读书了, 觉得还不如出去打工, 这样至少不会求人, 可是, 我好不容易熬到大学了, 不读书, 也可惜, 就这样, 我咬咬牙, 坚持了下来, 上大学的四年, 我一直在做兼职, 大一的时候, 一直在食堂里面帮忙, 食堂里面管饭, 每个月给二百块钱, 我记得第一次拿到工资之后, 我就给大姑和奶奶的手机, 充上了五十块钱的花费, 到大二的时候, 我就换了方向, 给人家做家教, 暑假的时候也是如此, 赚得比较多一点, 到大三, 我就开始慢慢地接触实习了, 慢慢地, 慢慢地, 终于熬了出来, 终于不再跟别人借钱了, 后来工作了几年, 我就在外地站稳了脚跟, 定居了下来, 这些年, 大家的日子都很忙, 回家也就少了,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才能够碰面, 每次过年的时候, 只要大姑来家里面, 我就会做很多很多的菜, 大姑看到我之后, 满眼的欢喜, 她说, 我终于熬出来了, 以后再也不用吃苦了, 而大姑呢, 早已经从外地回来, 在老家里面生活了, 因为姑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大姑哪里也不能去, 就在家里面照顾姑父, 我看大姑每次来我们家, 依然是骑着那辆小的电瓶车, 风里来雨里去, 这么多年了, 看着也挺心疼的, 于是我就花了几万块钱, 给她买了一辆电车, 虽然不是很好的车, 但至少刮风下雨也不怕了, 而且是充电的, 不用加油, 对于姑姑来说, 也是挺好的, 这辆车在村里面也挺气派的, 很多人表示很羡慕, 我的日子就这么正常地过着, 可忽然间有一天, 母亲给我打电话了, 说舅舅找我有点事情, 我听到之后, 就连忙拒绝了, 说自己没空, 可是没过几天, 奶奶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家里面来人了, 让我回家一趟, 我一猜就知道, 要么是母亲, 要么是舅舅来了, 也果不其然, 到家的时候, 发现舅舅和舅妈拎着礼品, 已经到家里来了, 这是二十多年来, 舅舅第一次来我们家, 自从他拉完, 我们家的粮食, 卸了我们家的大门之后,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一见面, 舅舅都很热情地, 跟我说话聊天, 还夸我有出息了, 考上大学了, 娶了媳妇结了婚, 还说, 这都是他们家的基因好, 就算我身边没有父母, 也能够长大成人, 长大成才, 我听到这话就想笑, 聊聊天, 我们就聊到了正题上, 果不其然, 他们是过来借钱的, 舅舅张口就借十万块钱, 我以为是谁得了大病, 结果都不是, 是舅舅的儿子最近谈了个女朋友, 而且也刚拿到驾照, 就想着买一辆凯迪拉克, 等过几年再换其他的车, 凯迪拉克, 他没有想着付个首付, 而是想全款拿下来, 但这不是一两万, 三四万能够解决的, 于是, 舅舅就跟我母亲沟通了, 母亲说他没有钱, 然后舅舅就说, 他在急镇上听说, 我给我大姑买车的事情, 就问我是不是兜里面有钱, 最后, 舅舅从我母亲那要了我得手机号, 便给我打了电话, 结果, 我一直在去接他的电话, 没想到, 舅舅直接来到我们家了, 既然聊得这么通彻,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装的, 便跟舅舅说我兜里面确实没钱, 我给大姑买的那一辆车, 也就几万块钱, 而且我应该给大姑买, 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大姑给我做鞋, 做衣服, 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 没有亲戚愿意借给我钱, 大姑从外地回来, 卖了很多粮食, 才给我攒了两千块钱, 这份帮助, 这份恩情, 我是不会忘记的, 如果不是大姑的支持, 我也不可能上了大学, 没有上大学的话, 我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 我帮大姑, 我给大姑买辆车, 那是理所应当的, 但我凭什么要给舅舅买呢? 说完这话, 舅舅脸色就变了, 甚至想发火, 但她平息了下来, 沉默一会, 舅舅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 说了很多道德绑架的话, 但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最后舅舅十分生气, 还说白疼我这么多年, 我真笑了, 怎么疼我呢? 这二十多年来, 但凡她来我家看望我一次, 也不至于我对她有现在的态度, 而舅妈呢, 更是如此, 以前的时候都不待见我, 我父亲走了之后, 他更是如此, 舅妈看借不到钱, 也不再伪装了, 连笑都不带笑地站起身, 就往外面走, 那高跟鞋踩着地, 搭搭地直响, 我想, 经过这一次之后, 他们应该再也不会打我的主意了, 就连母亲也应该不会了, 做人就是这样, 谁对我好, 我百般对她好, 恩怨分明, 不拖拖拉拉,